昭军出赛到底苦不苦,真实的历史与你想的不一样。 从西京达记到马志远的汉宫秋,经过一千多年的演绎,王昭军的故事被定型成了这样子,一个芳华绝代的女子,被送到皇宫禁院之中,却因为不肯贿赂画师而被丑化,不得皇帝肇姓, 独处冷宫,匈奴缠鱼窒息了王昭军的天人之姿,发兵来犯,西汉不敌,王昭军未免生灵涂炭,自愿和藩,却在汉藩交界的黑水和头水自尽,所谓一去子太莲朔末,独留青种像黄昏,画图现时春封面,环佩空归夜月魂,然而,古往今来, 无数文人遭客们不断涌叹的平沙落雁的荒凉,昭军出赛的悲苦实在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,甚至可以说,昭军院不过是后世文人的穿骚附会 王昭军,明强,自昭军,于西汉原帝建昭元年前38年被选入宫,成了一名宫女,王昭军在汉原帝的后宫中待了整整五年, 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青色却极为美好的年华,却只能以最卑微和痛苦的方式存在着,她不是皇帝的宠妃,不能在后宫之中呼风唤雨,她也无法做回寻常的女儿家,嫁一个如意郎君,儿女成群成欢膝下,她的一生似乎已经注定,注定在老皇帝无忽哀哉后,成为白居一笔下颜色如花命如叶, 命如叶博江奈何的凌元妾,山宫一笔无开日,为死此身不令出,如此,孤苦一生。 汉原帝静宁元年前33年春险,孤寒携禅于第三次朝见大汉皇帝,并提出希望能娶汉家公主为妻。 和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匈奴,大举来犯汉朝不敌正好相反,这个时候的匈奴经历了五蝉鱼争力,相互攻击绞杀的内断,最终分裂为两部, 孤寒携禅于为求自保而归附于汉王朝,智之禅于则被迫迁至西域之西。 汉原帝建昭三年前36年,喜汉大将甘年寿,陈汤追击至康居地区,歼命了智之禅于。 如今,孤寒携禅于是以藩所克臣的身份,朝进大汉天子的,而王昭君的身份也说明了这一点, 在西汉王朝过去对匈奴的和亲历史中,都是将宗室之女以公主的身份远下墨北, 这些女人实实在在都是流姓皇族的金之玉业,嫁给孤寒携禅于的王昭君则不同, 她只是夜庭后宫中一个岌岌无名的美人而已, 这个时候的汉王朝已经无需用自己的皇女来笼络匈奴禅于了。 十九岁的王昭君终于得意走出汉家天子的宫境, 以汉家公主的身份并被损为宁狐烟之, 他为呼含血禅于诞下的儿子,也被封为幼日竹王, 有着西汉王朝雄厚国力作为之称, 我们可以想见,王昭君在匈奴的地位是非常尊崇的, 在匈奴,他可以拥有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的广阔世界, 而继续留在汉原帝的后宫之中, 他永远都是任人欺凌宰割的卑微宫女。 也许有人会说,王昭君国色天香, 以前只是因为汉原帝不识的, 所以才为肇醒。 后汉书中不是有记载吗? 呼含血禅于词刑的时候, 昭君风龙亮世,光明汉宫, 故景匪回,耸动左右, 地见大惊,意欲留之, 然难于诗信,碎于匈奴。 后汉书的记载是真是假, 姑且不论,但有一点却是真真切切的, 就在王昭君远嫁在外的静宁元年, 汉原帝也驾崩了, 即便汉原帝看上了王昭君, 并将他留在身边, 也改变不了他成为一名白头宫女, 做一个悲惨的为先帝守灵的林元妾的命运。 王昭君嫁给呼含邪禅于的时候, 后者年岁已成, 两人婚后两年, 呼含邪禅于便去世了, 这个时候, 王昭君曾上书汉成帝, 希望归汉, 但汉成帝斥令王昭君从胡族。 何谓胡族, 这里是指匈奴人的扫婚日, 即允许后母及嫂子的婚族, 在汉书区奴传中记载, 父子, 其其后母, 兄弟死, 近期其妻, 直斥其无关待之节, 却停之礼。 这大概就是人们同行王昭君的主要原因, 后世文人甚至度传了依据匈奴的风俗, 王昭君必须再嫁给亲生儿子, 最后服毒自杀的内容。 匈奴的扫婚日, 的确是讲究人伦大方的中原文明所无法接受的, 但我们也需要知道, 汉代的婚俗和后来被礼教压抑扭曲的男女关系差距非常大, 甚至可以说, 汉代的婚俗相当的开放和自由, 没有女子截裂的关联, 寡妇在嫁是寻常之事。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, 汉武帝的母亲王志。 王志原本是有夫之妇, 年纪轻轻嫁给了金王孙, 还生了一个女儿, 然而, 由形象家以王志算命, 说他贵不可言, 自己会成为皇后, 儿子还会做天子。 于是, 王志抛夫妻女, 进了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的太子宫, 后来果然一跃成为皇后, 儿子刘彻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昭明的皇帝, 汉武帝。 对王志的这段往事, 若是换作后来的帝王家, 一定是绝对不可告人的丑事, 会想方设法地隐瞒, 然而, 喜汉当时人可不这么认为, 汉武帝做皇帝后, 还专门到民间寻访自己同母义父的姐姐, 并将她封为修成君, 以比掌公主。 以鬼森严的皇家对男女婚嫁之事尚且如此开放, 更何况民间, 所以, 若撇开扫婚至婚俗来看, 王昭君再嫁并非为世俗所不能容许, 而且, 在年龄上她和呼喊携谗余的儿子更为相配, 两人婚后遇有两女, 被称作居次, 以及汉朝的公主, 两个女儿成年后都嫁给了匈母大贵族。 今天, 我们并没有知言骗语的史料, 可以读到王昭君本人的内心世界, 他所嫁的男人, 未必就是他心之所愿的人, 而且, 北地苦寒, 摔草连天, 满脸黄沙, 山肉烙江, 辽冲即可, 言所能解, 尽皆胡福一类, 而所能听, 请胡家的的, 木马悲鸣而已, 所以, 我们并不能断言, 远嫁在外, 逃脱了宫廷稚固, 拥有了一个女人正常人生的王昭君是幸福的, 但我们可以从基本的人性去揣测去分析, 寄深北地的王昭君, 至少比活在汉宫陵雨中的王昭君更幸运。 一身归硕末, 树带静兵戎, 若以功名论, 及与魏霍童, 当然, 活在文人骚客师资格附中的王昭君, 更加伟大且崇高。